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月7号晚上 我跟我弟弟两个都已经在隔壁的房间迎睡了 突然 我父亲来喊我们 第一次喊我们的时候 他喊了以后我是迷迷糊糊的 说赶快出事了 你去喊医生去 我爸讲两句又跑了 我这时候再惊醒过来 跑到房间去一看 我母亲当时正在哭 从星期六的晚上 一直帮她回忆写 起稿子 这个大家的写 一直写的星期天的 这个晚上 但是实在太困了 太困了 一样听着哭起来了 在旁边哭 她经常这样痛起来她就哭 我就问她 我到底你什么事情 你出什么事情 一定要跟我讲 她就哭了 她就把瓶拿着 这一瓶安眠药 我就全部吃掉了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只知道凡人 凡人感觉到是不对 当时我妈妈就是不说 什么都不说 其实只是哭 然后跟我说了一些话 要我听爸爸的话 要带好弟弟 我当时我越感觉到不对 我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1955年 在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 大演员石灰接到一个任务 将刚刚在华东会演上 火了一把的黄梅戏天仙佩拍成电影 这件事让她十分兴奋 还是先请剧团的同志先说什么 还是您先说吧 您是行家 我算个什么行家 我就是个业余爱好者 这文戏呢 我唱过 武戏呢 我也打过 我没打过谁 他谁没打着我 石灰是位大导演 大演员 但是他的谦虚 让很多人都不太习惯 比如他坚持开圆桌会议 每个人都平等发演 这个天仙佩这个戏啊 我看了二十多遍了 舞台剧啊 非常喜欢 但是我就是个戏迷 如何把它拍成电影啊 我还是想听听剧团同志的看法 我还是主张以稳妥的手法拍摄 舞台上怎么演的 咱们就怎么拍吧 齐仙女明明是从天上飞下来的 为什么要在镜头面前 让她跑原唱 记得当时最大的争论 是怎么表现戏曲片 是拍成纪录片 还是拍成故事片 石灰呢 想出了个新名词 我觉得可以把音乐中的古板去掉 这样呢就可以淡化舞台上 跑原场的这个情节 再多用一些特技 拍出仙境来 我看就叫神话戏曲故事片 神话戏曲故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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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从此之后 每个人都帮着石灰 把神话的感觉弄出来 我们这些黄梅戏演员 也第一次站在了摄影机前 于是电影《天仙配》开拍了 严凤英的歌声传来了 石灰不但取消了伴奏时常用的板鼓 甚至着手改了些曲调 而且他把黄梅戏的调子都改了 现在他们演员不战车 后来改得好极了 石灰 天仙配 天仙配 他的导演 因为他没有别的戏牌 当时给他分配了一个任务 他进去当得不得了 不和不齐把大街照 不光改了曲调 所有演员都是第一次面对镜头 他们需要石灰特别具体的帮助 你像我妈没拍过电影 你看预备开始 前头有个牌子一打一一锁 打了就把我吓一跳 我说预备开始 我刚准备做到啪一笑 我说这怎么了 我吓一跳 他怎么搞的 我说就那个东西打的 就那个东西打的 他说哦 好了石灰就搞到绑一个东西 搞到绑一层棉花再搞到 你打不容一下 你把人家打一下就行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 怎么学会故事片的表演 他就是在舞台上 就有一点他过去 也老生也小生都演过的 迈着那个布子了 那社会导演讲 那就上班 你是不是不走这个布子啊 不要 你看就是父亲死了 乱脏骨以后 把那个细个的搞出来 你就是这个步伐 他还是贴近一点 不过对于七仙女 是会格外满意 他正在打扑克牌 在那玩着呢 休息 他们在不管布景的时候 结果是回到一家 怎么样 搞个好了 好了 就开始就破了 就问他 有没有饮的 需要准备饮药水 点饮药都不行 那点点饮药水不就行了吗 他不要 他不要 他就那个 他自己的 他想以后 好多人给他鼓掌啊 七仙女决定下凡 嫁给卖身脏妇的好青年董勇 他把这段姻缘设想得那么美好 以至于所有危险 都可以抛在脑后 飘飘 飘飘 看看 下凡来 身心也岁月 莫不来 冤作冤阳彼死 冤作冤阳彼死 母亲的女生 最后一边 这件事 外出发的 不太早 我会比喻 小伙子 有时候我的师父 会让我到戏台子上唱几段 爷爷知道了大为生气 因为唱黄梅戏 是对祖宗大逆不道 清早的时候就有名闻的 叫花骨银戏 黄色的东西扫黄 他们那个前卿他们就扫黄了 这个国民党也扫黄 通风报信的也讲的 不得了了小洪流就犯的大乏了 只要抓起来就会捆起来 捆这个石墨上面 石墨就把这个粘人带石墨的 一直给它叫陈塘 小洪流一边哭一边逃 逃出罗家岭的地界 继续唱黄梅戏 逐渐唱红了 在江北我唱红了 很多人愿意给小洪流捧个场 后来连最不能容忍黄梅戏的爷爷 也来找我了 爷爷今天听你唱了 以前爷爷不想让你唱戏 今后爷爷不死 再来看你 听你唱 开了 拿着 小洪流获得了家里人的支持 却很快遇到了大麻烦 有一次不是在演戏 演完了戏 来那个怀里那个自卫队的大队长 姓郑的 他就要抢这个阎凤英 把阎凤英抓去 阎凤英是16岁 抓去阎凤英就在里面闹啊 绝食啊 上吊 忽独 他就这样 每一天闹得他安身的 和他没办法的就讲 他就讲你不要哭了 我放你 我放你 他就把那个波克枪一样 踏出来 顶着爷爷爷的脑袋讲 你 你出去 两条 小洪流没有在乎这两条 他流干了眼泪 继续唱晃眉戏 这一次 他进了大城市安庆 有点开玩笑 那你给我磕头 那个这个枪好听 一定要叫给我 那你非得给我磕三个响头 那就啪点磕三个响头 就这样学的 就叫他学费 唱起来的话 很快就红了 这安静就红了 但是美丽的阎凤英唱得越好 他的命运似乎就越糟 趁老三个月看那个看戏 他是花花公子啊 身上呢有枪 手枪什么枪 就把阎凤英呢 就枪了去了 挂在上面 他就闹啊哭啊 他就把那个筋子 筋戒子也吞到肚子里去了 后来他吞得不得了 就是要死了 不得了 他要死怎么办呢 这个死了 那个学生运动 我把他就搞他不能混了 他就就那个老妈就讲 韭菜图办法 吃韭菜 他实际吞这个韭菜 吞吞的后来就打出来了 盐凤英在痛苦中流尽了眼泪 当一九四九年来到的时候 他可以尽情地笑和唱 就像获得了崭新的命运 七仙女一幅神仙般的美丽 一股神仙般的主动 确实把朴实的董勇给吓坏了 他实在来不及往好地方向 只要得过不嫌弃 我愿意你 要是旁人见到盐凤英和王少坊在一起的样子 也会犯个嘀咕 人家都讲盐凤英 那个时候也是跟王少坊就好了 就是这么讲 实际上 他们就像个兄妹一样的 大夫 你带我一同走 放手 你放手 哎 哈哈 他有场燃烟啊 你这个真是 就像个妹妹跟哥哥撒赖一样的 那话音时 他若开口江华 不久与你结尾 那记者照相 当然愿意找严丰严跟王少坊 两个人找 又想给严丰严找一张跟王少坊 哎呀 你们在一块儿再找 其实王少坊的干人在边上 他的干人也在边上 那你就干受气 我嫂子又朝着掉屁股就走了 话音时 我与这位打劫 结尾不复 请你为美 你开口 杨华 欢迎开口吧 大胆的仙女 憨厚的农民 以土地为正 怀阴为梅 大概是天底下最美好的姻缘了 七仙女满心快乐 东勇却在第一天的晚上就愁眉不沾 老爷让这位新上门的娘子一夜之间制出十匹锦绢 唐肉制不成的 三年长工 该为怀阳 傻呵呵的董勇 哪里知道当神仙的妙处 点上南乡 有众姐妹相助 知去仙鹤 用天梭来忙 美丽的锦绢让狠心的老爷改了口 宫妻从三年变为百日 这一天恩爱的夫妻要回家了 树上的鸟儿 沉双飞 五水青山 大喜熬夜 七仙女和董勇回家了 生子种田 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如果故事就停在这绿水青山之间 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结局 我感觉在农岸引出的时候 他东南昏迷那个那一大段场合以后 巴斯乃脚 巴斯乃脚 不是那个哭着对吗 结果到了后台以后啊 仍然是内流满面的 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 就反正就这样哭出来了 在农岸转我们有时候等着他 农岸转 哎呀不要再哭了不哭 我们都感觉到你看 快走吧 都聚餐的都要锁门了 他还是在那里冲不出来 齐仙女和董勇相识整整百日 他们走到了那条无法跨越的河流 神仙和凡人只能拥有短暂的幸福 要想捍卫着幸福 就必然有人粉身碎骨 我把什么夜餐都准备好了 送去 他坐在那里哭 我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了 我刚才跟那个女团长啊 我讲老女老女 你看怎么 他不吃夜餐在那里哭啊 你让他哭完了 再讲他现在这个 那股气啊憋不过来 齐仙女当然不是玉皇大帝的对手 他只有哭 哭得起立 淚如他 他棉花开这个油啊 开在棉花上的油彩 他说他手只抖 拉不动 连棉花都拉不动 就干什么呢 他就坐在他那个床上哭 还在哭 就这个眼泪直躺 要躺个大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就铝锅啊 你我无敌 我我我最爱你 不知道严峰英 到底有多少泪水 也许他无意中 在歌声的深处看到了自己 过去的或者将来的 文化局都没办法解决啊 天爷妹不演行不行 那这样的话 他身体吃不消 像这样的 就这样子的 一般的演出 这个最后这个分别这场不演 就演到这个满公 满公 他就扶起双方拔架环 就完了就完了就演到那个 那以后他就不哭了 后来这个有重要的这个演出 还是要哭啊 但是故事一旦开始就一定要走到结局 幸福永远只是那短暂的一瞬 一直以为获得了新的命运的 严峰英不愿意提起过去 他有的时候他还讲他想入党 他不是入团了以后他想入党嘛 那些基金分子就讲了 你还入党 你入什么呢 你入贵党 你入贵党还差不多 这对他自身性很大的这个这个这个打击啊 只是一次 严峰英等人看了新排出来的智取微虎山 说了几句专业上的评价 闯了大祸 发表了一篇社论就点了名 就讲看了这个戏以后 向这个江青的江青同志的样板戏啊 发起猖狂进攻 是一起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 严峰英疲于解释 但是哪有什么事情可以解释得清楚的 严峰英把他们一条一条的都给他拨走了以后 他说你这个我们团里的就有人可以证明 就是王朝法 你叫他我跟他 哦那么好吗 你出来看这张大字报吧 他一看王朝法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 从这个天花板一直拉到下面 现在看起来就像这个大字报 又没什么了不起了 现在呢 到我母亲那儿我已经挡住了 没有没这个事 不承认 因为一承认 甚至他还要往上走 省内的一些老干部就得遭殃 他在他这儿 我觉得他是他的这种 人格 挡住了 支撑他挡住了 这个这个这个 新一轮的迫害吧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迫害的焦点就落他自己身上了 仍在做着一份又一份解释 严峰英却仿佛有说不出的空虚 似乎只有眼泪可以填补这空虚 从星期六的晚上 一直帮他回忆写 一直写的星期天的 这个晚上 但是实在太困了 要听到哭起来了 在旁边哭 他经常这样痛起来他就哭 后来他讲 你看看我这个桌子上面写的 写了一封信 告全团革命同志的信 我就问他 我到底你什么事情 你出了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跟我讲 你什么 他就哭了他讲 他就把瓶拿着 这一瓶安眠药 全部吃掉了 那个时候呢 我两个人 就是迷迷糊糊起来了以后呢 我哥哥大一点嘛 就陪着我父亲去找那个板车 然后我呢 就是陪在我母亲身边 当时我母亲呢 等于心情很不好 泪流满面 让我到那个大衣厨 我们家一个大衣厨啊 三开门呢 让我到大衣厨里去 找他最喜爱的 当时紀念章啊 各种各样的紀念章 那个毛指一项章的 他找他最喜爱的 给他戴上 让我给他憋上 孩子们在后面跑 我能听见 但是另一种命运 在前面喊 我也能听见 1968年4月7日 这一天的夜 显得格外长 这就找军代表了 那个时候 他不敢来 因为我们这是个 反革命的家里面呢 他啪来啪啪啪啪 怎么样子的 他就带了很多人来 那话怎么讲呢 你又在演戏 你的戏 你会表演 你戏演得好 我们知道 你现在就 就骗不过我们了 当中有个医生姓吴 他就急了 他说王国亚 你别等他们了 他们是不会救的 你赶快去 借个板车 拖到医院去抢救去 咚咚咚咚咚 我就找他 周师傅那样 他说什么事 我想严峰英出事去呢 你要借个板车 拉一下 没板车 他说 因为他说 他是武功啊 是工人阶级 我就跑到灰菊团去 找医生也找不到 就放到那个急救台上面 他看了一下 很危险啊 你们赶快去挂号去 你介绍信没有 单位介绍信 那从家里面跑出来 哪有单位的介绍信呢 然后又跑不回来 医生在把那个眼皮翻一翻 那个通孔就开始散了 他现在在门诊部是 没办法处理了 你们要到住院部 到了住院部 开的住院部里面 啊 严峰英啊 那我们这个病床没有了 病床没有怎么办 怎么办呢 求他啊 哪怕在地下也可以啊 把两个医生 那小伙子找来了 小伙子 就不知道怎么治 这个没学过 没学过还没学到 搞了很久 但是我这个手呢 就还摸着他的脉搏 脉搏是一跳也不跳的 但是手表还在跳 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那时候有感觉 人哪还不如 这些无 严峰英死了 但是死因似乎让人困惑 第一个 叫严峰英 是特务 派了一个老太婆 披着黑纱的 一个老太婆 送了她一个小纸条子 像像烟卷那么粗的 严峰英拿着纸条回家看了以后 把纸条吃到肚子里面去了 以后死了 纸条写着命令她死 为了寻找证据 严峰英被开肠破肚 但是我们愿意想象 她早已随七仙女回到天上 随风吹散所有的眼泪 后来生活还要继续 因为我们觉得很不理解 过去还在 昨天还在一块儿玩呢 今天就这样了 那么下去 下去还爱打 那可能当时表现在我们那儿 是相对比较那个一点 但是相对比较 不是打得很厉害 远远的她用那个弹弓啊 那打得很厉害 那打得很厉害 当时死的时候她在鬼棚里头 听到这个事的时候 她跟乔治良俩都偷偷地哭 那鬼棚里头也有几几分子啊 就在报告 跟那个那个造盘派讲啊 王少皇哭了 这个乔治良也哭了 后来斗啊 吐出来斗啊 那时候是老搭档嘛 跟他配戏 严死合缝的 跟那些人配戏 配不到一块儿去 所以她后来就演老头 演那些农村的老头啊这样的 后来他们演 演戏 他就干脆不出去 1978年 严凤英追导会在合肥举行 那当时那个场面呢 具体哪些人来我都记不得 因为我当时一进去以后 我当时我人就 我已经哭得简直是 因为那个时候才是 当着那么多人面 我是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我哭得非常的那个 当时我人站不住了 因为天又热 哭的时间也太长 那是我第一次 真是很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这么多年 也许儿子们的眼泪 并不只是自己的 还有母亲的 从这一天后 七仙女终于哭尽了人间的眼泪 可以笑了吧 即使到这里 天仙佩也并没有结束 这部民间老戏 有一个可以让观众满意的结局 多年之后 七仙女再次下饭 将儿子送给东勇 儿子长大之后中了状元 名阳天下 树上的鸟儿 天仙佩也伸 天仙佩也伸 不顺及青山 彩雪遥运 风轻不再守马路的铺 铺起霜霜 把极要换 几遍天来 我只不 我只要水来 已知遥远 汉要随我 人的风雨 无情恩爱 苦也见 令我好比愿意 愿意 一双 水在人间 一双 水在人间